嘿咬聊四季 每日都關心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硬家人對桑夢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這場比賽呢 是兩位頂尖高手 是Jordan跟Balance 很久沒有在天梯看到他們兩位互打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藍方是選擇了硬家人 硬家人這次改版改了非常多 軍事單位有這個食物減免的費用 再來就是他石榴建築物也是比較便宜一點點的 最大的特色是他有這個投石手 投石手打破冰的話是非常強大的單位 那硬家人的話還有這個食物盾可以使用 可以讓自己的老鷹投石手 可以增加防禦力 算是蠻好的一個能力 可以讓他的老鷹到十遠防 非常的坦 那後期呢硬家人還是會打這個 槍隊長或者是老鷹居舵還有強弩的部分 因為他強弩也是有拇指環 所以硬家人本身打這個衝車加強弩 然後槍隊長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孟家人 孟家人的話是Balance Balance這次選擇是孟家人的話我想想 孟家人對上硬家 我覺得孟家人可能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孟家人的話他的特色是大象單位 不管是這個工程戰象或是相公的部分 都有可能會被這個槍隊長給戳成白癡 而且這個槍隊長又可以吃到植物盾的效果 所以他的遠防本身來說是偏高的 但是如果大量工兵打到去的話 槍隊長還是會損失慘重 如果有打帶跑之類的 孟家人的話算是偏大象森旅果 他的騎兵路線稍微露了一點 但步兵線還算 應該說步兵線還算堪用吧 就是要用的時候還是可以堪用一點 但是他的工兵線還是比較強力一點 那後期打這個森旅加上這個 那個叫什麼戰車 可能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但戰車線的話其實用起來有點困難 因為本身孟家人是沒有騎士的 所以如果要打戰車的話 通常都是把他當成騎士來用 那後期的孟家人還是要轉一下工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 好那我們就來看他這場比賽吧 先看他地圖 那黃金框的話是在右邊 果池在後方 其實經營角度來說的話 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地點 所以這邊還可以開個TC 整體來說還算不錯 但是他比較慘的是他前面 有一片水潭 然後手在前方 在前面的防禦來說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個圖呢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我只能給個40分吧 墓區只有兩片 雖然資源都在後方 但是偏難守 不好耶 就算他圍的話也是這樣圍 圍一個摸字型 或是直接圍這樣子 然後這裡圍到底 然後這邊圍上來 跟這個金框處圍一起 然後TC連防 然後前面就是什麼都圍不起來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硬架 硬架的話 果池在右方 那黃金在前方 那這樣就會變成說 前面會比較難受一點 而且他的資源點全部都在前方 那這邊可以考慮投機跟箭塔 來防守木區跟這個金框處 那左右兩邊都是沒有什麼太多資源 所以兩邊的地圖都差不多爛的感覺 但硬架來說 這個地圖 哇 怎麼一爛還要比一爛 比一三爛的感覺 哈哈 哈哈 孟加阿倫這個 看起來不太妙 他的地圖已經很不妙了 但是 Jordan的地形也很不妙 這個是 我天梯最不想遇到的這個地形 木區爛到爆炸 你看這個地方 要到其他地方伐木 要走非常遠的距離 下方也是 離敵人偏近的地方 這場地圖感覺 是要偏打這種 保護木區的地方 而不是保護金框處 當然金框處也是要反 但是木頭直接被斷的話會更慘 那我們先來加速一下 這邊Jordan是打一個棒棒開局 棒棒開局前期騷擾還不錯 那贏家有這個食物減免效果的關係 所以出棒棒壓力也會小傷一些些 蠻適合打棒棒的 王家應該直接會下射箭槽 來做一個反制 OK 而且這兩個人挖金框 但這裡沒有為好 所以還是被騷擾到了一下 這一村有危險 但是應該跑得掉 OK 那兩邊都是棒棒開 但是這邊居然拿到一村啦 哎呀 斑拉石這邊反而是先拿到一殺 好這裡可能又要再拿到一殺 哇這個有點狠 直接兩殺 但是Jordan這邊也是拿到一殺 而且這邊還升級了裝甲步兵 這個很難得 硬加直接升裝甲步兵 而且是兩棒棒的開局方式 就升了裝甲步兵 通常都是三棒棒才會升 兩棒棒升下去的CP值感覺沒這麼高 這邊裝甲步兵只能一直跑 攻兵繼續追 但這邊來了 硬加的攻兵 這邊再等一擊射 等一擊射好了之後才會打 好那目前村民宿23村對27村 村民宿稍微有點差距了 那由於孟加仁生時代的時候會給兩村 所以現在村民很明顯 孟加仁是領先的 不然死機上應該是 應該是硬加仁 Jordan這邊應該會少一點 畢竟是死兩村 但孟加仁直接補了兩村上去 補了非常多 這個村民差距拉得非常開 好這邊攻兵稍微射一下 應該可以換掉一隻毛兵 但是這邊要再繼續打嗎 好 孟加仁這邊點下來一擊射 後方有更多的毛兵出來 並加這邊打毛兵是非常大的優勢 這個肉類減免效果實在太好 好 那巴拉斯這邊可以考慮 繼續把這個防走 往左位 直接圍成一條線的圍牆 好 那贏家點了一防 這個應該是要出老鷹來打 這個毛兵 結果毛兵沒有看到 因為毛兵已經往他家裡走 家裡可以再補一些 刺猴 因刺猴來打 就可以了 這裡還補一攻欸 久等這邊打超兇 好 那巴拉斯這邊也是 轉出了刺猴 刺猴打 這些毛兵效果還不錯 而且打老鷹也可以 基本上 出刺猴就可以無雙 直接打爆這些單位 這邊可能要打算高打低 先把這個老鷹收掉 因為老鷹造成傷害是最高的 毛兵反而是都只有一滴血 回到家裡看 家裡這邊 持續被這個毛兵騷擾 但還行 這個毛兵只要用老鷹就會解決 這邊稍微一下 沒有辦法圍死 這邊還是讓他溜了過去 但沒有關係 刺猴繼續追 三隻刺猴輕鬆解掉 好沒有意外的話 兩邊都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先加速一下 這邊誰死村 誰就 好笑 應該不太可能 這邊稍微打鬥一下 看起來也沒有太多的一個變化 左邊果然圍到底 但是他是先拉了一個木牆 這裡還有一個洞 還沒有直接圍死 這個圍的方式特別的習慣 沒有辦法 地形爛就是只能這樣子圍 只能圍大的 好 反正是這邊直接 欸不是 是Jordan Jordan這邊直接衝了進來 哇靠 他真的是鐵人心要重包對手 所以這邊已經投資一攻一防 這個老鷹其實有一定的傷害力了 好刺猴在後方 繼續追逐 好 看來應該是也要再賽斯送掉了 這個老鷹依舊是打不贏刺猴的 但是他在這裡用意喔 是想要讓對方出更多的刺猴 讓他晚點上城堡時代 好 但是Balance還是優先點一下了 城堡時代升級喔 Jordan這邊 反而升得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他木材有點爆 不知道為什麼他木材 有點太多人在玩 感覺好像沒有控好自己的經濟的樣子 這裡選擇靠了買賣 時間大概差了快一分鐘的升級 好這邊刺猴打得有點膽戰驚心的 因為他沒有升工坊 但是對方老鷹已經有工坊升好了 這邊再稍微打一下 應該是會全部送光 老鷹直接吃光 OK沒問題 那待會孟加拉上去 可以直接升這個青奇兵來打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直接上品種 上品種是要打青奇兵的嗎 真的耶 很難得喔 看到孟加拉上城堡開局是打青奇兵 很有可能 孟加拉待會是要來挖城堡 然後去轉出自己的戰車來打 也是有可能 所以先行投資這個奇兵的跑速跟品種 血量這樣子 也有可能是因為 硬家這邊出了太多老鷹 他就會出青奇兵來打 會比較好一點 但其實老鷹到了城堡賽 變成英勇士 甚至是可以打贏青奇兵的 所以這邊是要思考一下 到底要不要繼續出青奇兵來打 直接升級變成英勇士 看這個英勇士 數字是7加1 血量55滴血 防禦是 應該是1防 應該算是0防 0加1 1防是升上去的 那青奇兵的話也是8攻 但是青奇兵是不需要黃金的 而且血量上也是比鷹刺猴多一點點 這邊轉出長劍兵的話 就很有效可以克制對方的老鷹了 甚至對方的這個長槍兵也是很好打 但是我們剛剛開場有講 硬家最特別的單位就是這個投石手 投石手打這個長劍兵相當好用 這邊長劍兵直接開始靠右邊想要前置的BK 這邊城堡賽打這個長劍兵卡非常好用 現在這個版本確實很適合打長劍兵卡 尤其是對方是步兵果的時候 這邊直接圍石 但老鷹依舊還在這邊騷擾 那這邊長劍兵可以考慮直接去對方家裡晃一下 但投石手出來 其實對80人來說有點難受 可是還是要轉一點7奇兵 來醉一下這個投石手會比較好 這裡防禦補下 長劍兵砍個幾刀 這邊選擇要拉走 直接撞TC 但還行 現在有這個二防了 這邊先射二攻 細節細節 看來Balance也知道 這邊先射攻擊力比較好 畢竟自己是打輕騎兵加長劍兵路線 自身防禦反而不是那麼的重要 攻擊力先射 打對方的這個老鷹更有用 那對方有出投石手的關係 所以還是要靠著這個輕騎兵 去收一點投石手的血量 這邊直接被收掉 投石手繼續輸出 這邊這樣抵抗來說非常好 雖然後面還是打掉在投石手 但長劍兵基本上要送光 對方老鷹雖然夠多 OK 就等這邊防守非常好 那Balance這邊可能要先趕快開下TC 開農 因為硬家已經3TC了 再不趕快開農的話 可能會變成落後狀況 但是現在升到城堡時代的 抽名書還是領先的 每升個時代都給兩寸 其實還蠻補正這個經濟的 好 硬家這邊默默的轉出自己的攻兵 直接轉奴兵 奴兵的話連長劍兵 這個輕騎兵都能打 投石手的缺點就是不能打騎士 會比較難打一點 除非要點下這個銀罐 硬電彈弓 就會增加投石手易攻 就可以稍微補正一下 投石手傷害不足的問題 好 這邊輕騎兵持續騷擾 究竟應該沒想到 孟家人居然有機動性單位 沒有城堡之前 居然就有輕騎兵出來騷擾 這個打法雖然 真的是蠻適合孟家人打的 因為大家都對孟家人的想法就是大象 這個攻城戰像僧侶相攻 結果他這邊打輕騎兵 確實做到一點效果出來了 好 那硬家這邊點下了二級射 二級射補下之後 投石手也會加兩攻 變成六攻 這邊僧侶很麻煩 因為輕騎兵有抗招降能力直接開扁 兩刀死一隻僧侶 哇 僧侶毫無抵抗之力 好 輕騎兵到處跑 下方常見兵也在等待 他趕過來 常見兵就直接上去圍爐 但這邊騎兵有點沒空好 被常見兵插幾下有點殘掉了 這個血量有點低 好 常見兵直接在這邊補過來 但是硬家沒有要打的意思 直接選擇了撤退 兩邊一直在邊打邊農真的很忙 我們是一直在看這個畫面 但選手的畫面都是畫面切來切去的 以下要打農 以下要控兵 以下要再把兵佈置 以下要賭兵 以下要再控擊自己 以下要撒農田 太累了 這遊戲真的太忙了 老鷹直接在上方不敢打 這邊常見兵 數量有點多 好 這邊直接淹到了 陰家的門口 再補下彈道學 看來還是要來大爆兵 但是孟佳要打算直接插城堡 插這個高地 把中間這個主動拳拿到自己手上 這塊一斤也稍微可以空到一點點 好 但這邊高打地的效果其實還不錯 並沒有太差 好 雖然常見兵依舊很煩 老鷹死傷也是蠻多的 後方勝旅 招翔一隻常見兵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清奇兵兩隻來了一刀一隻 撐撐 死去 老頭瞬間倒地 好 這根城堡能插起來 就很賺了 那孟佳這邊可以考慮轉出戰車來打 但這個情況 轉戰車我不確定是不是好的 轉戰車走馬攻路線好像可以考慮一下 要出戰車嗎 還是不出 這邊先下了二防 騎兵的二防 然後是要轉大象 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巴拉斯是想打什麼戰術 現在是走劍兵路線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孟佳拉還是打個 戰車啊 相攻之類的會比較好 好 長兵過來 但究竟這邊已經點下帝龍斯帶 雖然現在稍微有點被壓制的感覺 但感覺上還沒有太落後 反而落後時代的人是巴拉斯強攻的部分 好 這邊清奇兵依舊在繞 但這邊究竟也知道對手在想什麼 直接繞得過來 這邊直接開圍 能來得及圍下去嗎 可以 哇 這邊包夾好像不錯 這邊想要把這邊清奇兵直接圍死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繼續圍 長兵直接戳了幾下 清奇兵直接損失掉了四隻 這樣繞好像沒有太大意義 直接圍得還不錯 這邊直接再補動一下城堡 地獄時代一號 兩個城堡就要直接開出巨型投射機開拆了 孟佳拉 巴拉斯這邊投射直接開炸 他村民很多殘血 新奇兵第一時間把圖車給收掉 這樣城堡應該可以順利的 可以蓋得起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左邊長王兵也是稍微打了一下 結果撞到TC直接回頭 好 城堡已蓋起來 這邊村民直接收村 20隻村民都在這個城堡裡面 非常多 目前看起來巴拉斯優勢還是非常大 新奇兵跟長王兵 這個搭配確實蠻厲害的 但是英家人後期 我覺得應該也不賴 因為英家步兵也是很強 尤其是這個槍隊長 有義工的射程 不管是要戳掉的清奇兵 還是打他的長劍兵 數量堆疊起來 這個槍隊長還是蠻好用的 清奇兵的機動性一直給 究人極大的壓力 村民術已經降到95吋 村民經濟已經被拉至30吋的差距了 哇 這邊受不了 直接拿村民開扁 這個畫面特別奇怪 好 投手過來 稍微打一下 趕快把那個劍兵給收掉 剩下用長槍兵給全部戳光就可以了 好 這邊再過來集結一波再戳 OK 石頭都忘了趕快走 吃到地獄時代的Jordan 趕快按下軍行抽C 一台而已喔 不是兩個嗎 這裡應該還要再補一個喔 好 那孟加拉這邊也點下地獄時代 Jordan這邊趕快二級木要趕快點了 他應該是忘記點了 因為一直在打架的關係喔 二級木趕快點下經濟草也好 哇 再用村民打 那順帶一提喔 印加人的村民喔 是可以吃到冰工廠的工房的關係喔 所以他的防務率是比較高一點的 但是還是沒有像這個 西班牙的霸權這麼強 暴民流這麼感覺 所以村民算是堪用吧 拿來打架算堪用 所以西班牙的霸權還是強了一點 村民14滴血 要小心喔 藉著霸權點下西班牙的血量也 村民也會比較多一些喔 好像到60幾滴血 其實還蠻多的 這邊想要直接硬拆軍銀頭司機 但這邊有長壁 直接戳爛一些肉 這邊剩下青旗兵也在繼續輸出 但能夠突破重圍 把這邊的軍銀頭司機給收下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好 電玩時間已經好了 孤家第一時間 要怎麼做反制呢 先下化學嗎 直接繼續升肉馬 這就是傳說這種肉馬爆 出了70片田喔 你看這個Balance家裡 到處都是農田 非常的廣闊 農田到處都是有 好 那Jon這邊轉出了自己的槍隊長 槍隊長還不錯 有異攻射程的 槍兵 好 這根城堡可能還在打一段時間 直接來打後方的挖金晃村民 把一些場上兵過來防守 但感覺硬家這邊會有點難受 現在臭名差距已經來到45村左右 好 補下了金銳相弓 軟甲技術 雙手劍兵取消 不打啊 不打賤兵了嗎 直接打相弓 還是他剛剛升級好 雙手劍兵 是我看錯了嗎 好 這個城堡快要倒了 兵直接硬上 想要來阻止對手修城堡 槍兵一來 村民還要去修嗎 槍隊長也直接走到了高地 後面槍隊長持續輸出 直接把一堆肉麻給戳成白癡 哇 太強大了 好 那果然是生巧 送手劍兵直接轉出劍兵勇士了 還好 巴拉斯這邊步兵系科技也是全滿的 但是我們剛剛有說到 這個槍隊長 如果會秀超多的話 其實可以秀贏這個 劍兵勇士了 但是要慢慢走而已走而已 如果正面硬打來說的話 槍隊長可能會有點危險 不然就是要配點頭死手 槍隊長當肉盾用 畢竟槍隊長血量蠻多的 70滴血 頭車出來打個一發 最後的慢慢把自己的領地拿回來 後面親戚兵持續騷擾 槍隊長只過來做個攔截 但只有三隻 這裡要硬打嗎 好 搓掉一隻肉麻 但槍隊長寡不敵重 看起來也是要被解決掉 槍隊長繼續往前督 好 還沒升精銳 單劍兵勇士已經好了 三攻三防 沒有三防 不好意思 班農斯沒有三防 好 步步兵線也沒有全滿 不好意思 跟他糾正一下 其實他步步兵線也沒有很好 好 直接開扁 但是你看這邊秀操作 反打一下就死一隻 這就是槍隊長的一個拉打 很強大的地方 好 那這邊 這邊是直接一字排開 直接反擊掉了一些槍隊長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 槍隊長一定要秀操作的原因 這邊打的話會虧 但是我秀操作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 這邊升了三攻跟三防 看他轉攻兵 相攻路線 畢竟精銳相攻都已經升好了 好 好 這邊直接升下精銳槍隊長 見面勇士70滴血 雖然槍隊長一樣 但升級精銳之後 這個體質完全不一樣 直接會變成八攻 這邊要正面開打 OK 升級好血量變80滴血 現在血量上有優勢 而且現在還有一攻的射程 所以現在打起來的話 槍隊長是不會輸的 直接出爛 哇 槍隊長好猛 嘟嘟嘟嘟 哇 那個步兵直接插 嘟嘟嘟 瞬間蒸發 人行坦克 這個什麼 人行百夫長 但項公的數量再慢慢推 便是 7加4 防禦還沒點滿 好 将軍開始射射 那由於現在 硬家人還沒有點下植物盾的關係 所以被射到還是有點痛 而且根本被戳到 戳到這個的話 相公可能也是會死傷殘重 呦呦在直接戳掉農田 不是戳這個相 還可是點錯了 右方向這棟城堡蓋起來 Judon這邊也直接拉全部的戳命過來蓋 這邊有台戰車過來防守 正面槍隊長直接督了進來 還能帶打嗎 感覺斑蘭斯有點極限 戳命出來直接被戳死 槍隊長異攻射程實在太強大 相公只能射射發抖趕快跑 好 那戳一下大概會戳30滴血 槍隊長打相公這麼痛啊 一槍30滴 那開三槍我就 沒事 三槍大概100多吧 這邊戰車硬砍 但是還是讓對方把這個城堡蓋好 直接被控到石頭跟金礦 目前Judon有點強勢 Balance這邊相公還沒成形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很好抵抗對手的槍隊長 持續的騷擾 但是這邊相公傷害慢慢打出來了 有感了 趕快去扁一下對方的僧侶 不然被招響掉了自己的相公 還好沒有被招到 相公目前久之正面抵抗還可以 這邊是後面城堡 結果這邊打出了GG 我以為Balance這邊是有機會反打回去的 但這一棟城堡 讓他黃金直接瞬間歸零 因為這裡沒辦法再安心的挖金礦 家裡又被這邊槍隊長直接挫了進來 這就是走清奇兵路線 雖然現在有劍兵勇士 但是黃金術也不太夠 只剩下這一坨 這坨黃金也沒辦法太多人挖 因為這個又為了要防守的關係 那右邊這個黃金也沒辦法順利挖完的話 黃金這樣會瞬間下降太多 那一家人最後邊在補下自己的植物盾 然後相公對抗這個 槍隊長的效果又會更下降一層了 那到了後期Jodan可能會拿出更多優勢來 那如果可以把這塊進攻搶下來的話 可能對Balance是有機會 但沒有辦法 自己已經家裡武力回天了 相公一出來就被戳爛 集結點也沒有設好 所以只能打出了GG 相當可惜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部分是由Balance引人 木頭跟食物 果然這個Balance前期基金還算不錯 出了70片田 早期就已經有70片田 出一堆青奇兵 肉類非常多 你們看這邊 硬家經濟那麼慘 但是用這個食物消耗減免的費用 還是可以出了大量槍隊長 其實食物輸了1萬5 欸1萬2啦 不是1萬2 1萬3左右 但是這邊石頭跟黃金龍是有效應的 那木頭這邊沒有點二級伐木的關係 後期才點了 他還是沒有點 幹他真的沒點耶 二級龍二級木都沒點 還打贏了 點了二級木二級龍 還有手推車的這個孟加拉 這個經濟上孟加拉的感覺是一路領先 但最後還是打輸了硬家 硬家拉這個文明再次改版 真的是蠻強大的一個戰斧 我看他出槍隊長出了多少 86隻 真的是 不能到87村不能再多耶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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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幫忙 語彙 每次 感谢观看